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实验小学的贾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单元,开始学习汉语拼音了。 为什么要学习汉语拼音呢?我们来听一首小儿歌。 学习拼音用处大,十字读书要靠它,帮我学好普通话,看谁学的顶呱呱。 看来学好汉语拼音太重要了。 今天老师要带大家去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那就是拼音王国。 拼音王国里有很多拼音朋友,让我们一起走进拼音王国,去认识他们吧。 拼音朋友最喜欢捉迷藏了,他们就藏在这幅图画中。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图上画的都有谁,他们在干什么。 清晨在美丽的小村庄里,一位小姑娘站在小河边,唱起了歌。 河对岸的大公鸡,听到了小女孩的歌声,也跟着哦哦哦的唱起来。 听着小女孩动人的歌声,水里的大白鹅跳起了舞,她看着自己水中的倒影,越跳越高兴。 是啊,不仅有小姑娘和大公鸡动听的歌声,还有美丽的大白鹅呢。 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拼音朋友就藏在这幅图画中。 同学们,你们快来找一找,你们找到它们了吗? 它们藏在了这些地方,小姑娘的歌声里, 大公鸡嘴巴前面的小泡泡里, 水里大白鹅的倒影里。 这三个字幕就是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 我们一起先来学习第一个字幕。 请你们认真观察老师是怎么发音的。 啊 啊 啊 你们看清楚了吗? 我发现了老师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啊 在发音的时候,嘴巴要张大。 口型不能变,声音长而响亮。 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 啊 啊 再读一遍。 啊 你们有什么好方法读准啊的发音? 我们一起来看看书中插图。 小女孩在唱歌的时候张大嘴巴。 啊 我是这样记住啊的,大声唱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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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在给我检查嗓子的时候,会让我张大嘴巴,发出啊的声音。 也可以这样记住啊,张大嘴巴,啊,啊,啊。 看来,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书中插图。 结合生活,用编顺口溜的方法来读准啊的发音。 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读,张大嘴巴,啊,啊,啊。 你们是怎么记住这个字母的样子呢? 我发现小女孩有一个圆圆的小脑袋,竖着一条向上翘的小辫子,就像这个字母啊。 看来,书中插图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记住字母的读音,还能记住它的样子呢。 我们再来学习这两个字母。 小姑娘动听的歌声,引来了哪些小动物? 小女孩动听的歌声,引来了大公鸡和大白鹅。 我发现了字母哦,躺在大公鸡打鸣嘴巴前面的小泡泡里。 我发现了水中大白鹅的倒影,将字母哦。 这两位同学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两个字母哦。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字母。 哦,在发音的时候要注意,上下嘴唇要拢圆,口型不能动,声音长而响。 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读哦,再读一遍哦。 哦,这个字母发音有什么特点呢? 同学们,请听老师先读。 哦,在发音的时候,嘴唇要扁,就像我们平时微笑一样,嘴张得小一点。 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读哦。 再读一遍哦。 我们学习字母啊的时候,用边顺口溜的方法,记住了字母的发音和它的样子。 你们能用边顺口溜的方法来学习哦和呃这两个字母吗? 嘴巴圆圆,哦,哦,哦。 公鸡打鸣,哦,哦,哦。 像个圆圈,哦,哦,哦。 嘴巴扁扁,哦,哦,哦。 嘴巴扁扁,哦,哦,哦。 看来,边顺口溜这个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记住字母的发音,还能记住字母的样子呢。 这些同学边的顺口溜可真棒,如果把它们合在了一起,就是一首好听的小儿歌。 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读。 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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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自己也来读读吧。 刚才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语母。 你们想想,这三个单语母在发音的时候注意什么? 注意口型不变,声音长而响。 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读。 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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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读。 这三个单语母,它们还会变魔术呢,你听。 戴上了四顶神奇的小帽 那这四顶神奇的小帽 就是拼音的四个声调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四顶神奇的小帽 我们可以叫它们 一声 二声 三声 四声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 你们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小汽车开始在平地上开 一会儿上坡 一会儿下坡 接着上坡 一会儿又下坡了 这就是在告诉我们 不同声调的单育母 读音是不一样的 就像小汽车的爬行这样 一声平 二声羊 三声拐弯 四声降 单育母阿戴上了四顶神奇的小帽 你们会读吗 请同学们自己读读 如果打乱了顺序 你们还会读吗 请跟老师一起读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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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清楚这两个声调 同学们一起读 啊向上扬再读一遍 啊三声拐弯一起读 啊再读一遍 啊请同学们伸出小手 我们边做手势边来读 啊啊啊啊 戴上声调小帽的啊 可以直接给汉字读音 想一想在生活中 哪些字是这些读音 阿姨的啊就是医生啊的读音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听清楚 别人说什么 就会问啊你说什么 当我看到一只可爱的小鸟 我会说啊多么可爱的一只小鸟 如果你们认真观察生活 就一定会有所发现的 学习了字母阿 那怎么写好这个字母呢 拼音字母的家住在哪儿呢 他们就住在这个四线三格里 我们一起来认识四线三格 这里有四条线 第一条线 第二条线 第三条线 第一条线和第二条线之间是上格 第二条线和第三条线之间是中格 第三条线和第四条线之间是下格 我们一起看看书写又三看 一看有几笔 二看住哪里 三看每一笔 我们先一起看看 阿有几笔写成 阿是两笔写成的 一笔做半圆 二笔树又弯 阿的家住在哪儿 阿的家住在中格 认真看 阿每一笔是怎么写的 一笔左半圆 从第二条线下起笔 写到第三条线上收笔 第二笔树又弯 从二线下起笔 写到三线上 弯要写得小 阿占满中格 请你打开语文书 拿出铅笔 按照语文书的范例 描一个写一个 书写做到三个一 一拳一尺和一寸 我们一起看看 这位同学的书写 你们觉得他写得怎么样 他的书写正确 我给他提个小建议 如果左半圆写得再圆一点 就更好看了 听取了这位同学的建议 他又写了一个 看 这回写得漂亮多了 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 你们一定能把字母阿 写得规范美观的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汉语拼音第一课 认识了阿 欧 阿 学写了阿 课下请把今天所学的内容 读给家人听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自助展 接个特色的学生 都有 与 说 误self 来 疯独播剧场 是 误言 误言 误言